大家好 欢迎来到解密工作室 我是探尔X 今天与大家调查一宗四肆灭门惨案 一个看起来幸福的普通家庭 爸爸任职保安员 妈妈开始中药行 大仔刚刚中学毕业 少女就读中学 但一个普通不过的夜晚 这家四口就惨被灭门 这宗就是西环碑路炸街 四肆灭门案 接着我们就看看这宗峰回路转的案件 兇徒和这家人有什么血海深受 看兇徒为什么行空之后要将四个人放置在屋内不同的位置 当中是不是有什么宗教活动 1989年可以说是动荡的一年 特别是6月 因为当时正经历着六四事件 在89年6月4日开始 香港各大部长的头版 基本上都是报道有关六四的事件 直到6月11日 这个局面就被一宗案件打破了 因为前一天的凌晨 发生了一宗下人听闻的四肆灭门案 1989年6月10日凌晨时分 999报案中心接约一个姓杨的男子报案 报案就说他经常都联络不到她的爱生女一家 所以刚刚就去了他们家 去到的时候就发现铁杂没有关门 但他怎样拍门都是没人认门的 他怀疑爱生女一家出事 希望警方可以到场帮忙 警方接报之后就立即派人去到接报单位 即是西环碑路炸街26号5楼506室 即是现在六二区的位置 警方去到单位门外 发现单位的铁杂果仍然是虚验 而木门还插着一条锁匙 到场警员就用锁匙打开木门 进去单位里面查看 一入到单位 他们发现单位異常整洁 没有闯入的痕迹 画幻看下去根本就不像一个犯案现场 但他们一打开木门的时候 几乎可以肯定 这里是出事了 因为这里有浓烈的丝臭味 据问 凡问他这种味的人永远都不会忘记这种味 于是警方就开始在单位里面查看 由于这个单位只有300多尺 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眼看完 警方第一时间就把木门放在客厅中间的梳化 因为梳化上 盖着一张白色的床单 床单下面就是一个凸起 以似隐形的物体 果然 他们一揭开床单 浓烈的丝臭味就旁边而来 床单下面一个生种多多的男性围体 另外死者 平分在梳化 头部位置的伤势最为严重 当时死者手上 还拿着一个食锅的三文字 然后警员 续络在单位里面不同的位置 包括睡房 厕所和厨房 发现另外三个生种多多 满身鲜血的围体 在厨房位置就是一个中年妇人 睡房位置就是一个少年 厕所位置就是一个少女 当时这个少女还在穿着校服 而在厕所一幅墙 就被人用黑色箱头笔写着一个疑似复兽的字句 在黄大仙一带大粉 杨X害我全家 之后署名就写着一个方字 而这句大粉的意思就是指卖白粉 四个受害人被人行认色杀害 事后更加被安放在屋里面不同位置 再加上这句警告的字眼 当中是什么涉及毒品 又或者干湖手杀 当中杨X和一方 与这件案件又有什么关系 警方和姓杨的保安人核对四个受害人身份之后 确定四个受害人确实是他爱妻女一家 分别是他爱妻女 他爱妻女的老公 以及他们一对子女 我们先看看他们的资料 警方一开始在梳化发现那位死者 就是这家屋的男护主 就是袁芳 安发时56岁 任职保安员 案发单位就是他所属公司分配给他的宿舍 他们一家在这里已经住了十几年了 而在厨房位置发现的死者就是这家屋的女护主 杨慧妍 安发时42岁 在案发前半年左右 和朋友合资 开始在中环做药行的生意 在睡房被发现的死者就是他们的大儿 謝韦文 安发时17岁 中学毕业后就在家里待业 每日做的事就是去健身室断年 在厨房被发现的女死者就叫做謝雅永 15岁 謝雅永就在读西区一间中学 据法医估计 四个死者分别在两个时段遇害 首先就是女护主杨慧妍和大儿謝韦文 他们的死亡时间就在6月9日早上9点到11点 而男护主借玄方和小女借阿永的死亡时间 就在同一天的下午1点到3点 另外 报案人也指出 原来她的爱生女一家是有5个家庭成员的 他们除了欲有遇害的一对兄妹之外 还有一个名为謝韦权 读中小学的8岁小孩 但她就不在案发现场 生死未卜 受害人一家几乎惨被灭门 就只剩下这个男童不知所终 到底她是否依然常在人间 如果是的话 空谈是否因为不忍心对小朋友落手 还是有其他原因 而姓杨的报案人和男护主借玄方 和那个复仇字据所说的杨X和署名的阿芳 有没有什么关系 警方发现这案的时候可以说同时间竞赛 因为越早找到兇手 这个男童获救的机会就越大 于是 警方就冰分两路 一方面就派人去到男童的学校 查问男童昨天是否有上学 以及她的去向 另一方面就向受害人一家的邻居 了解这个家庭的背景 以及拿着男童的照片去附近的街坊文化 而最后得出来的结果 都将矛头直至一个叫康海堂的中年男性 首先 据受害人一家的邻居指 原来他们家庭背景颇为复杂 因为原来除了受害人一家五后 即四个受害人和失踪男童之外 他们家里还貌似有多一个家庭成员 这个家庭成员就叫康海堂 街坊也叫他肥佬 肥佬是一个五十多岁身材肥本的中年大叔 街坊也不知道死者一家和肥佬是有什么关系 即是知道他这十年左右搬进来 可以说自出自入这个家庭 好像就是这个家庭的工人主要是负责照顾小孩 另外 女死者邪阿荣都会叫他做契爷 所以一群街坊也摸不清他们的关系 但这群街坊也说肥佬的性格火爆经常会说粗口 而且最近都听过肥佬和死者一家有争吵 据他们了解 而且是因为最近男户主在石堂咀叶昌大厦租住了一个单位 就没有知会肥佬 所以双方又吵了一场大架 也在案发大厦做清洁的女工表示 在6月9日早上大约9点50分左右 看到肥佬拿着两个尼龙袋离开案发单位 然后在下午1点钟就看到肥佬和谢韦拳回来大厦 之后谢韦拳就自己一个在5楼的走廊和其他小朋友玩 当时就没有其他大人和他一起 而谢韦拳学校方面就说在6月9日当日 谢韦拳如常地准时回到学校 等到早上10点钟的时候 谢韦拳的工人就来到学校 说爷爷有急病去了医院 所以就接走了他们 而接他的人就是平时接他回学的工人 所以他们都不以为耳 另外警方都拿着谢韦拳的照片 在空岸大厦附近一带残文 而在附近一间金鱼铺的老板就说 在6月9日下午3点左右 有个身材肥胖的男人和照片里面的男童来过店铺 来过店铺的原因 就是因为那个身材肥胖的男人 在上午10点钟左右 就把一个黑白色的看泰旅行袋拿到店铺 说想寄存一会儿然后就走了 金鱼铺老板就说 当时他感觉这个袋很重 还踢了一下那个袋 踢的时候还发出一些金属的撞击声 然后下午1点钟的时候 这个男人回到店铺 把铁锤放进袋里面 到了3点钟的时候 就带着照片里面的男人 回来拿了个袋就走了 以上就是警方收集到的资料 综合以上的资料 肥老康海棠有极大作案嫌疑 估计他6月9日的路线如下 9点50分之前 女护主杨慧妍和大仔謝韦文在9点到10点遇害 到了9点50分 康海棠再把作案工具带离开案发现场 10点就把旅行带到金鱼铺 然后再去学校接谢韦权 而10点到1点期间 就不知道他跟谢韦权去了哪 到了1点就回到案发大厦 让谢韦权去走廊玩 然后1点的时候再把铁铲带回到金鱼铺 放回旅行袋 在下午1点到3点 南户主谢袁芳和小女谢阿永就遇害 3点的时候 康海棠再回到金鱼铺取回旅行袋 之后康海棠和谢韦权就失踪了 虽然这一刻仍然是否知道这刀兇残的命案 是否真的肥老康海棠所做 又或者是否只有他一个人做 以及他的作案动机 但可以肯定的是 不需要南和谢韦权是被康海棠带走了 到底韦权是新还是死 康海棠又怎样带走他 有关康海棠的资料警方掌握不多 即知道他是来自澳门 于是警方再次兵分两路 一方面就派人拿着维权的照片 在西班人大寻找 并呼吁街坊留意维权和康海棠 另一方面 香港警方就派出3个警察 带着康海棠的资料去到澳门 和澳门司警合作 追查康海棠的踪影 但可惜有关康海棠的资料 确实少之有少 一时间 香港警察和澳门司警都无重入手 不知道怎样找这一路一乱 时间一一一日过去 一个星期过去了 依然是没有两个人的消息 要直到案发后13天 即1989年6月22日 澳门司警终于收到情报了 或在澳门黑沙环 右看新村一个单位 见到疑似委权的身影 于是澳门司警就根据线报 去到所指的单位 最后果然发现委权在这个单位里面 当时单位里面是一对老人家 司警经了解之后 知道原来这对老人家 是康海棠的父亲和继母 康海棠的父亲就说 康海棠在6月10号回来 他就没有交代什么事 然后就交下了这个小朋友给他们 就离开了 之后也没有再回来 康海棠的父亲向司警表示 虽然康海棠间中有打电话回来 残忍状况 但从来都没有透露自己的位置 当然澳门司警就不会听 康海棠父母一面之辞 所以在接走了委权之后 也派人暗中监视康海棠 看看他有没有回来和父母联络 又或者康海棠的父母有没有接济康海棠 虽然今次就找不到康海棠 但最起码都在他父母里了解到他更多的背景 我们先看看他的资料 康海棠1936年在内地出生 案发时53岁 7岁丧母 9岁的时候他爸爸再娶 之后一家人辗主去到澳门定居 父亲就经营着一间木炭厂 康海棠毕业之后 思过留在工厂帮他爸爸 也试过外出打工 在953年 他17岁的时候就带着所有职束 即两个鹿来到香港打拼 之后就一直留在香港做餐饮业 到底从此餐饮业的康海棠 所为何事 会到借原方家做工人 而最重要的是 他已经奪去借原方一家的生命 为什么还留着韦权一命 是因为照顾多年的感情 还是当中千丝万留的关系 成功救回韦权之后 澳门司警随即将韦权交给香港警方 之后最重要的是找出康海棠 但康海棠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无论香港警察和澳门司警怎么找他 怎样都找不到 他们开始怀疑康海棠已经潜逃回大陆 时间一一一这样过去 一个星期 两个星期 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依然都找不到康海棠 在案发三个月之后 即9月18日 香港警方决定沿同五万元通缩康海棠 要知道89年的五万元就不是一个小数目 由此可见 香港警方对这案件的重视程度 讽刺的是在这三个月 完全没有收到康海棠的情报 但发出完同一日之后 即9月19日 警方就已经立即收到康海棠的情报 报告人就说他在澳门下环街 一间叫美亚茶餐厅见到康海棠 于是澳门司警就立即派人去到那间茶餐厅查看 一去到就发现疑似康海棠的男人 那天在茶餐厅里吃晚饭 于是澳门司警就立即上前将他拘捕 而他也承认他就是康海棠 而在一日之后 即9月20日 澳门司警再将康海棠转交给香港警察 接下来 我们就看看这件灭门惨案 是不是真的康海棠所做 如果是的话 他的动机又是什么 康海棠被转移回香港之后 就立即被带回警署盘问 出奇地 康海棠对杀人的事直认不畏 但他指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事冲动 并开始交代他和死者一家的关系 案发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以及他怎样要放过威权 康海棠就说他1953年 17岁的时候就由澳门去到香港 去到香港之后他就一直从事饮食业的工作 而认识死者一家的契机就是70年代 当时他已经在香港做了十多年了 当时他工作的餐厅经常有一个姓张的女士帮衬 虽然张女士年纪很大 但两个人相谈不审欢 慢慢就变成了好朋友 几年过去 康海棠声称到1977年 张女士因病入院做手术 但因为经济问题 给不起手术费 他甚至帮张女士给正单的手术费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张女士与她的关系变得更好 更加介绍自己的女儿和孙女给她认识 甚至将只有3岁的孙女契给她 令她做契爷 各位观众 相续听到这里 大家都知道 这个孙女就是金单案件其中一个受害人 就是倒垢在厕所按发示15岁的中学生谢亚荣 而张女士的女儿就是金单案件的另一个女死者 女护主杨慧燕 两个互不相识的家庭因为缘分走在一起 本来是一件大好的事 但相信那时谁都想不到 这个缘分会在12年之后变成一个业缘 康海棠就说 当你41岁的她 和当时30岁的杨慧燕认识了之后 两个人甚至投契 越走越近 甚至还产生了爱意 很快 两个人就走在一起了 两个人拍拖了年纪之后 就决定结婚 当时他们选择在澳门注册摆酒 康海棠就说 她本来以为 这个是人生幸福开端 但谁知道 在结婚没多久之后 她就发现 原来杨慧燕一直在骗她 在相识初期 杨慧燕说 她是一个单亲妈妈 自己一个带着个女儿 但结婚之后 才发现杨慧燕原来一直 在香港都有一个家庭 一直都没有离婚 甚至还有一个大儿子 康海棠就说 她知道真相之后 选择原谅和接受这个事实 然后继续和杨慧燕一起 而杨慧燕更加提出 康海棠可以以工人身份 搬入她的家 那他们就可以一起住 每天见到面 康海棠说 因为她实在太爱杨慧燕了 所以她接受了 就是这样 康海棠就搬入了案发单位 和这宗案件四个受害人一起住 当然杨慧燕的老公 即是杨慧燕是不知道的了 康海棠就说 她搬入了这个单位之后 就一边在外面工作 一边在你家充当工人的角色 各位观众 相信听到这里 是不是已经觉得匪夷所思 但更夸张的剧情还未出现 因为原来到了1980年年尾 杨慧燕再次怀恩 而这一胎 就是属于康海棠和杨慧燕 但当时他们为了不让杨慧燕知道 康海棠就搬走了 为的就是被空间杨慧燕和杨慧燕发生关系 几个月过去 到了1981年9月 就是一个契机让她搬回去 就是当时 借元峰中风入了医院 以及BB继续出生 所以她就顺利成了回去做工人 而那段时间 就是她最快乐的日子 和爱人和自己的儿子一起生活 而相信大家都知道 康海棠的儿子 就是这单灭门惨案的恨存者 借慧燕 康海棠就说 那段快乐的时光 大约维持了六个星期 因为借元峰在中风六个星期之后就出院了 而在借元峰住院期间她也有探望借元峰 两个人的关系都很好 又说又笑 而借元峰出现之后 她也继续在这家屋做工人 照顾着自己的骨肉 韦拳 到了韦拳两岁的时候 她甚至辞了正职 全职在借家屋做工人 照顾自己的儿子 因为韦拳快要读幼稚园了 但到了1984年 韦拳读幼稚园的时候 有一件事冲击她 因为她在韦拳的手册发现 原来韦拳是姓借的 是叫做借韦拳 因为她曾经向杨卫延表示 好希望可以瞒着借元峰 让韦拳在法律上可以跟她姓 但直接看到韦拳的手册 才知道原来杨卫延就没有这样做 而一出生就把他们的儿子改成姓借 康海棠说 虽然这件事令她很失落 但也不是令她重下仇恨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 是在没多久之后 他们这么复杂的关系 以后有个男人闯进来了 康海棠说 在1984年一个家庭聚会上 杨卫延带了一个名为杨明的叔叔 去一同聚会 而在这个聚会之后 本来一切都没什么 杨明偶然会去他们家作客 康海棠说 但她后来发现 杨卫延偶然会和杨明单独外出 而且关系似乎不是叔叔和侄女那么简单 杨卫延和杨明的态度很亲力 到后来她还发现杨卫延和杨明发生了关系 但她试图说服自己 他们两个人即是单纯肉体的关系 康海棠说 但杨卫延就没修炼 反而越来越过分 更加直接跟她说 叔叔比你 叔叔比你 杨卫延之后 甚至和杨明两个人一起回大陆 杨卫延帮杨明慶祝生日 到了1987年 这件事就被张女士 即杨卫延的妈妈知道了 康海棠说 张女士就和她表示 杨卫延和杨明两个人其实是没有血缘关系 但和她承诺 会结她的女儿杨卫延 不要再和杨明交往 康海棠说 但杨卫延由始至终 就没听她妈妈的劝告 她妈妈甚至以死相逼 但杨卫延也不听 最后 张女士真的解决了自己的生命 警方事后翻查资料 发现杨卫延的妈妈 确实在1987年 解决了自己的生命 康海棠说 她那时伤心欲絕 一方面 因为她和张女士的关系很好 张女士算是她的恶母 而另一方面 因为即使张女士离世了 杨卫延依然和杨明保持关系 但她当时只能无奈接受 但她每推一步 杨卫延就进一步 康海棠就说 杨卫延在案发年纪之前 即88年3月 甚至将她和杨明两个人 亲密的合照放在家 但她也不舍得离开这个家 她只能偷偷在上片背后 写着通家两个字 这样的关系 又维持了一年多 到了1989年3月 即案发前半年 杨卫延和她表示 不会再和她去澳门了 因为她和杨卫延一直有个固定习惯 上一个拍拖日 每个月她都会和杨卫延去澳门玩 但杨卫延就和她说 之后不会再和她去澳门 甚至要分手 让她搬来这个家 康海棠就说 她当时就没有妥协 而是继续住在案发单位 到后来 杨卫延甚至将她们的奸情 告诉老公谢袁方 她也是不搬走 之后杨卫延 已经安排了一个家庭会议 会议上就有杨卫延 谢袁方和杨明 和她四个人 他们三个人就要求她签署一份 知袁方欺委权父子关系声明 她那一刻 无奈之下只可以签署 但签了也好 她也是不搬来这个家 警方就问康海棠 为什么不搬走 但康海棠也是答不出 但如果康海棠所说的属实 相信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她都不知道 她离开了这里 她还可以去哪 畢竟在过去十几年 她都一直在这个所谓的家 康海棠就说 她当时不搬走 谢袁方和杨卫延都没逼她走 而是等她继续住在这里 但谢袁方没多久 就选择自己搬走 也就是影片一开始 案发单位附近的街坊所说 两个人曾经为搬屋一事 发生激烈的争执 但康海棠就说 这一切都不是她下手的原因 她从来都没有想过 奪去大家的生命 她下手的原因 这一时冲动 康海棠回忆 在案发当日 她遇上六点多就起床 然后送伟群上学 再去喝茶 喝完茶之后 就做工人有角色 去街市买菜 然后回到案发单位 但回到案发单位之后 杨卫延看到她 只是买了一条鱼和一些菜 就对她大发脾气 说她们当日要慶祝赞原坊的生日 为何只买这些东西回来 为何没买一些拜神用品 然后杨卫延就拿起手中一袋烧肉丢她 康海棠就说 她被丢中之后 就怒火中烧 再忍不住了 然后就随手拿起武器 攻击杨卫延 直到杨卫延再没反应 而这个时候 刚巧杨卫延的大仔 杨卫延在睡房里走出来吃粥 看到这一切 康海棠就说 她当时见到杨卫延是立即躲进房 但杨卫延就拿着烟捉去睡房 淋在她身上 康海棠就说 于是她再次用刚刚袭击杨卫延的武器 攻击杨卫延 很快 杨卫延都被她打到没反应 这个时候 杨卫延就醒了 准备爬起身 她发现之后 再次袭击杨卫延 直到她真的没反应了 就是这样 她夺去了两个一起生活了差不多十多年的生命 康海棠就说 即是她就把杨卫延的尸体拖进厨房 然后清理好现场的血迹 以及将刚刚用来抹血的抹布 以及自己所穿的短褲 连同用来施杂的工具 一起放入胶袋里面 拿去附近的海边扔下海 康海棠就说 她当时是想着着草 但这个时候 她想起韦延仍然在学校 所以就去接她 然后就带了韦延去吃了些东西 到一点多 就回到案发单位清洁和收拾 康海棠就说 她当时是叫韦延在走廊里面玩 但在清洁途中 到1点30分左右 她契女谢亚永就放学回来了 康海棠就说 借亚永见到她在客厅清洁 竟然无故踢了她一脚 于是她再次怒火中烧 就拿了一个铁锤 又向借亚永攻击 直到她再没有反应 就拖了她的厕所 然后就继续清洁 康海棠声称 到了2点的时候 借云方就回来家了 由于他们关系一直都很好 她就开始很激动地 和借云方坦白今天发生的事 她的殺人经过 康海棠声称 借云方听完之后 竟然表示 因为人道主义 要求她一同解决自己生命 康海棠就说 她真的下不了手 因为她和借云方的关系都很好 但借云方这个时候 经拿起铁锤 攻击自己头部几次 导致自己死亡 就是这样 这四个人就一一离世 而她也离开案发单位 而离开之前 她就用双头包在墙上写上 在皇大师一带大奋 杨X害我全家 为的就是希望可以把这件事 教我给杨明 而全名写着日方 就是希望令人误会借云方写 最后她就带着委权回澳门 以上就是康海棠所交代的案发经过 当然这一切只是康海棠的片面支持 一切都可以说死无对证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陪审团 会不会相信她所说的话 在案发一年纪之后 即90年11月 康海棠被带到上法庭 她被控四项谋杀罪 但康海棠否认控罪 即承认三项不杀罪 她的代表律师就说 康海棠在这一段不对等 不健康的恋爱关系多年 精神情绪一直都很差 案发前几年还有第四者的加入 亲生子又不能跟自己性 最后还落得分手的下场 康海棠的代表律师说 康海棠在案发时 因为受到杨慧妍出现侮辱 和扔人的挑衅 所以她才失控攻击她 之后再被借为文林顺热足 才为还手 继而失控 而对她借雅永生命的原因 就是因为借雅永无故挑衅 踢她 从而令她失控 而蓝牧主席原方的离世 就是眼见家人全部离世 利用铁锤解决自己的生命 她的死就跟康海棠无关 康海棠的代表律师 亦都呈上两份 来自不同精神科医生的报告 第一份报告的内容 就是第一位精神科医生 经于两次和康海棠会面得出的 这个精神报告是这样写的 总绝而言 我认为被告患有抑鬱症 伴随偏执症状 和对他人病态妒忌 至杨明介入他们的关系 和爱母过世之后 导致她的精神状况异常和不稳定 导致控制不住冲动 容易受到挑衅 在案发时 她抑鬱症的基础上 还伴随着偏执状态 这是精神异常 严重损失了她对这个行为的精神责任 并足以为谋杀指控 提供辩慰和减轻刑责的理由 而第二份报告就是另一位精神科医生 基于两次会面得出 大约的内容就是 康海棠患有病态妒忌的精神异常 这个应该是她减燃的理据 而有关康海棠的精神问题 控方也传召了一个精神科医生做控方证人 这个医生就持相反的意见 以为康海棠在案发那一刻 她的精神状况就不会异常严重 所以就不能成为她减燃的理据 同时控方也指出康海棠是说谎 因为康海棠声称 她早上夺完杨慧妍和谢伟文的生命之后 下午再受到谢雅荣的挑衅 然后再夺去谢雅荣的生命 最后 谢雅荣回家发现 才用铁锤解决自己的生命 但根据警方调查所得 在案发当日 谢雅荣在下午1点35分才回到案发单位 而谢雅荣在下午2点才回到案发单位 所以康海棠根本就是说谎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先夺去谢雅荣生命 然后谢雅荣再解决自己的生命 另外 控方也拿出发影的验尸报告 试图指出 谢雅荣用铁锤解决自己的生命 这个说法都是一个谎 刑事报告显示 谢雅荣被铁锤襲击的伤口就在后脑 但如果谢雅荣要自己解决生命 伤口就会在正前方 所以控方又指出 康海棠根本就是说谎 最后 经陪审团退庭商议之后 判决康海棠四康谋杀罪名成立 被判处死刑 之后康海棠不服提出上诉 但经听证会重新审视案件之后 康海棠在案发那一刻 精神是不是真的失常 相信就只有他自己知道 但康海棠确确实实有爱过案中受害人杨慧妍 而且在爱得之前 爱到甘愿放下男人的尊严 以工人身份入住爱人一家 爱到甚至可以承受 每天看着爱人和另一个男人同座 甚至服侍他们 爱到失去了自己理智 将自己生活重心全部投放在杨慧妍身上 但就是因为太爱 到此分手之后就失去了自己的重心 不知道失去了杨慧妍之后如何生活 各位观众 探阅X奉献一下各位 在一段关系里面 无论是金钱还是心灵 千万不要过分依赖对方 不是叫你不要相信爱情 不要完全投入一段感情 即是希望大家知道 这样很容易迷失自己 就像康海棠一样 到后来继续不愿意离开这个家 或者那一刻已经不是爱或者不爱了 而是不知道自己何去何从 如果你喜欢这个频道可以给个like我 或者有些什么案件想一起讨论 欢迎留言 之后我探阅X会和你调查更多的奇案 希望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按旁边的钟仔 当有新case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